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个 如果激光器不出光 我们该如何排查问题 首先第一个 我们在出光之前需要检查一下 我们几个状态灯是否正常 首先确认光闸是否打开 焊墙状态是否正常 导通状态灯是否正常 激光头状态灯是否常亮 我们想要出光 必须要满足四个状态灯都触发状态 意思是当我四个灯都亮起的时候 我们版卡才会输出电压 这时候我们才能确认 它到底是否能不能正常出光 比如这样 当我四个状态灯亮起的时候 我们现在量一下我们版卡上的DATE的电压 DATE指的是我们激光器的模拟量输出 它是0至10伏电压 正常情况下我们功率40% 它应该就是4伏左右的电压 这是正常的 我们再量一下旁边的PWM电压 PWM正常情况下我们输出电压是20-24伏之间 还有再过来我们使能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触发状态时 使能和PWM也是一样 输出电压是在20-24伏之间 如果说当我们发现电压 有电压正常输出 但是电压输出电压不对的情况下 我们就判断问题了 首先量一下我们的DATE端口 它正常情况下也在输出正常电压 但是它电压明显比我们正常的0至10伏小了 有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拨码开关 拨到IPG端口了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是NOIPG 它是0至10伏的电压 但是当我们拨到IPG端口的时候 它只有0到5伏的电压 再量一下PWM 0到5伏的电压 所以说这就是IPG端口 我们该如何解决呢 我们把拨码开关给它拨到另外一边 NOIPG的位置 电压就会回复24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chase